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七正法 心缘险圣灭诸邪 话说那国王 见孙行者有呼隆使圣之法 即将官文用了宝印 便要帝与唐僧放行西路 那三个道士 慌得拜倒在金鸾殿上起奏 那皇帝集下龙位 御守盲掺道 果是今日行此大礼 何也 道士说 陛下 我怎致此匡扶社稷 包国安民 苦力二十年来 今日这和尚弄法力 抓了丢去 拜了我们声明 陛下以异常之语 就恕杀人之罪 可不清了我等也 往陛下 且留住他的官文 让我兄弟 与他再赌一赌 看事何如 那国王 那国王着实昏乱 东说向东 西说向西 真个收了官文 道 国士 你怎么与他赌 虎丽大仙道 我与他赌作禅 国王道 国士诧异 那和尚乃 禅教出身 必然先会禅机 才敢放旨求经 你怎与他读此 大仙道 我这座禅 比偿不同 有意义名 叫做云梯显胜 国王道 何为云梯显胜 大仙道 要一百张桌子 五十张坐一禅台 一张一张叠将起去 不许手攀而上 亦不用梯凳而登 各架一朵云头 上台坐下 约定几个时辰不动 国王见此有些难处 就便传旨问道 那和尚 我国师要与你赌 云梯显胜坐禅 哪个会吗 行者闻言 禅吟不达 八戒道 哥哥 怎么不言语 行者道 兄弟 实不瞒你说 若是踢天弄井 脚海翻江 单山赶月 换斗宜兴 猪斑巧事 我都干的 就是砍头堕脑 剖腹弯心 异样腾挪 却也不怕 但说坐禅 我就输了 我哪里有这坐性 你就把我锁在铁柱子上 我也要上下爬着 莫想坐得住 三藏呼的开言道 我会坐禅 行者欢喜道 去好去好 可坐得多少时 三藏道 我又年与方上禅僧 讲道 那性命根本上 定性存神 在私生观里 也坐二三个年头 行者道 师父若坐二三年 我们就不取经吧 多也不上二三个时辰 就下来了 三藏道 徒弟呀 确实不能上去 行者道 你上前答应 我送你上去 那长老果然和掌当兄道 贫僧会坐禅 国王教传旨 历禅台 国家有岛山之力 不消半个时辰 就设起两座台 在金鸾殿左右 那狐狸大仙下殿 立于接心 将身一纵 踏一朵西云 静上西边台上坐下 行者拔一根毫毛 变作假象 陪着八戒沙僧 立于下面 他却坐五色祥云 把唐僧搓起空中 静置东边台上坐下 他又脸祥光 变作一个蛟疗虫 飞在八戒耳朵边道 兄弟 仔细看着师父 再莫与老孙替身说话 那呆子笑道 理会的理会的 却说那陆立大仙 在绣墩上坐看多时 他两个在高台上 不分胜负 这道时就助他师兄一躬 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 粘着一团弹江上去 静置唐僧头上 便坐一个大臭虫 咬住长老 那长老先前绝痒 然后绝疼 原来坐禅的不许动手 动手算书 一时间糖痛难经 他缩着头 就着衣襟擦痒 八戒道 不好了 师父 扬尔风发了 沙僧道 不是 是头风发了 行者听见道 我师父乃制成君子 他说会坐禅 断然会坐 说不会 只是不会 君子家 岂有谬乎 你两个修言 等我上去看看 好行者 鹰的一声 飞在唐僧头上 只见有斗力大小 一个臭虫 盯他师父 慌忙用手撵下 替师父 恼恼摸摸 那长老不疼不痒 端坐上面 行者暗想道 合上光头 狮子也安不得一个 如何有此臭虫 像是那道士弄得玄虚 害我师父 嘿嘿 网字也不见输赢 等老孙去弄他一弄 这行者飞将去 金殿兽头上落下 摇身一变 便做一条七寸长的蜈蚣 进来道士鼻凹里 盯了一下 那道士坐不稳 一个金斗翻江下去 几乎丧了性命 幸亏大小官员 人多旧气 国王大惊 急着当驾太师 令他往文华殿里 书洗去了 行者 仰驾祥云 将师父 驮下街前 以示 长老得胜 那国王 指教放行 陆立大贤 又奏道 陛下 我师兄 我师兄 原有暗风疾 因到了高处 冒了天风 旧疾举发 故令和尚得胜 且留下他 等我与他赌 隔板猜梅 国王道 怎么叫做隔板猜梅 陆立道 贫道有隔板之物之法 看那和尚可能够 他若猜得过我 让他出去 猜不着 凭陛下问你罪名 许我昆仲之恨 不污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 真格那国王十分昏乱 依此禅言 及传旨 将以朱红七的柜子 明内官抬到宫殿 叫娘娘放上件宝贝 须余抬出 放在白玉街前 叫僧道 你两家各读法力 才那贵重是何宝贝 三藏道 徒弟 贵重之物如何得知 行者脸祥光 还便坐蛟疗虫 钉在唐僧头上道 师父放心 等我去看看来 好大圣 轻轻飞到柜上 爬在那柜角之下 尽有一条板缝 他钻将进去 建一个红七单盘 内放一套公衣 乃是山河设计袄 乾坤地理裙 用手拿起来 抖乱了 咬破舌尖上 一口血哨喷上去 叫声 便 即便坐一件 破烂溜丢一口钟 林行又撒上一泡骚尿 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 飞在唐僧耳朵上道 师父 你只猜是 破烂溜丢一口钟 三藏道 他叫猜宝贝类 溜丢是件什么宝贝 行者道 莫管他 只猜着便是 唐僧进前一步 正要猜 那陆立大仙道 我先猜 那桂里是山河设计袄 乾坤地理裙 唐僧道 不是不是 桂里是件破烂溜丢一口钟 国王道 这和尚无礼 敢笑我国中无宝 猜什么溜丢一口钟 叫 拿了 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 慌得唐僧 合掌高呼 陛下 其设贫僧一时 待打开跪看 端的是宝 贫僧领罪 如不是宝 却不屈了贫僧也 国王叫打开看 当驾关挤开了 捧出单盘来看 果然是简破烂溜丢一口钟 国王大怒道 是谁放上此物 龙座后面 扇上三公皇后道 我主 是紫童亲手放的山河设计傲 乾坤地利群 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 国王道 与其请退 寡人知之 宫中所用之物 无非是断绢领罗 哪有此什么溜溜 叫 台上跪来 等朕亲藏一宝贝 在事如何 那皇帝急转后宫 把玉花园上仙桃树上 结的一个大桃子 由碗来大小 摘下 放在柜内 又抬下教材 唐僧道 徒弟呀 又来猜了 行者道 放心 等我再去看看 幼鹰的一声飞将去 还从板缝钻进去 见是一个桃子 正合他意 即陷了圆身 坐在柜里 将桃子一顿口 啃得干干净净 连两边塞凹都啃净了 将壶安在里面 仍遍蛟疗虫 飞将出去 钉在唐僧耳朵上道 师父 只猜是个桃盒子 长老道 徒弟呀 休要弄我 先前不是口快 几乎拿去点形 这凡须猜宝贝方好 桃盒子是甚宝贝 行者道 休怕 只管迎他便了 三藏正要开言 听得那杨丽大仙道 贫道仙猜 是一颗仙桃 三藏猜道 不是桃 是个光桃盒子 那国王贺道 是阵放的仙桃 如何是合 三国师猜着了 三藏道 陛下 打开来看 就是 当驾官 右台上去打开 捧出单盘 果然是一个盒子 皮肉巨五 国王见了 心惊道 国师 休与他赌斗了 让他去吧 寡人亲手藏的仙桃 如今只是一个盒子 使圣人吃了 像是有鬼神按住他也 八戒听说 羽沙僧微微冷笑道 还不知 他是会吃桃子的鸡年类 正话间 只见那狐狸大仙 从文华殿梳洗了 走上殿道 陛下 这河上有搬运 抵悟之术 台上跪来 我破他竖法 与他再猜 国王道 国师还要猜慎 忽利道 竖法之底的物件 却不抵得人身 将这道童 藏在里面 管教他抵患不得 这小童 裹藏在柜里 掩上柜盖 抬江下去 叫 那和尚再猜 这三番世甚宝贝 三藏道 又来了 行者道 等我再去看看 鹰的又飞去 钻入里面 见是一个小童 好大圣 他去有见识 果然是腾挪天下少 似这灵力 世间息 他就摇身一变 便做个老道士 一般容貌 进柜里叫声 徒弟 童儿道 师父 你从哪里来的 行者道 我是顿法来的 童儿道 你来有甚教会 行者道 那和尚看见你 进柜来了 他若猜个道童 却不又输了 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 剃了头 我们猜和尚吧 童儿道 但凭师父处置 只要我们赢他便了 若是再输于他 不但抵了声名 又恐朝廷不敬重了 行者道 说得是 我儿过来 赢了他 我重重赏你 将金箍棒 就变做一把剃头刀 搂抱着那童儿 口里叫道 乖乖 忍着疼 莫放生 等我与你剃头 虚语 剃下发来 窝作一团 塞在那跪脚割落里 收了刀 摸着他的光头道 我儿 头便像个和尚 只是衣裳不衬 脱下来 我与你便一便 那道童穿的一领 葱白色 云头花绢 锈锦炎边的贺场 针个脱下来 被行者吹一口仙气叫 便 即便做一件土黄色的植多 与他穿了 却又拔下两根毫毛 便做一个木云 递在他手里道 徒弟 须听着 但叫道童千万莫出去 若叫和尚 你就与我顶开柜盖 敲着木鱼 念一卷佛经钻出来 方得成功也 道童道 我只会念三观经 北斗经 消灾经 不会念佛家经 行者道 你可会念佛 童儿道 阿弥陀佛 哪个不会念 行者道 也罢也罢 就念佛 省得我又教你 切记着 我去也 还便交了虫 钻出去 飞在唐僧尔伦边道 师父 你只猜是个和尚 三藏道 这番他转迎了 行者道 你怎么定得 三藏道 经上有云 佛法僧三宝 和尚却也是一宝 正说出 只见那狐狸大仙道 陛下 第三番是个道童 只管叫 他哪里肯出来 三藏合掌道 是个和尚 八戒尽力高叫道 柜里是个和尚 那童儿呼得顶开柜盖 敲着木鱼 念着佛 钻出来 喜得那两班文武 齐声喝彩 吓得那三个道士 浅口无言 国王道 这和尚是有鬼神福佐 怎么道士入贵 就变作和尚 纵有戴照跟进去 也只剃得头变了 如何衣服也能衬体 口里又会念佛 国师啊 让他去吧 狐狸大仙道 陛下 左右士棋逢对手 讲育良才 贫道将中南山 幼时学的武艺 索性与他赌一赌 国王道 有什么武艺 狐狸道 弟兄三个 都有些神通 会砍下头来 又能安上 剖腹弯心 还在掌玩 滚油锅里 又能洗澡 国王大惊道 此三世都是寻死之路 狐狸道 我等有此法力 才敢出此朗言 断要与他赌个财修 那国王教道 东吐的和尚 我国师不肯放你 还要与你赌 砍头剖腹 下滚油锅 洗澡里 行者正便坐 焦疗虫 往来报事 呼听此言 急收了毫毛 献出本相 哈哈大笑道 造化造化 买卖上门了 八戒道 这三件事 这三件事都是丧性命的事 怎么说买卖上门 行者道 你还不知我的本事 八戒道 哥哥 你只想这等变化腾挪也够了 怎么还有这等本事 行者道 我呀 砍下头来能说话 剁了毕驳打得人 扎去腿脚会走路 剖腹还平 妙绝伦 就似人家包贬时 一年一个就胡论 油锅洗澡更容易 只当温烫敌构臣 八戒沙僧闻言 呵呵大笑 行者上勤道 陛下 小和尚会砍头 国王道 你怎么会砍头 行者道 我当年在寺里修行 曾遇着一个方上禅和子 教我一个砍头法 不知好也不好 如今且是是心 国王笑道 那和尚年幼不知事 砍头哪里好是心 头乃六阳之手 砍下即便死矣 忽力道 陛下 正要他如此 方才出得我们之气 那昏君信他言语 及传指 叫涉沙场 一声传指 即有雨林军三千 百列朝门之外 国王叫 和尚先去砍头 行者欣然应道 我先去 我先去 拱着手高呼道 国师 数大胆 战先了 夜回头 往外就走 唐僧一把扯住道 徒弟呀 仔细写 那里不是耍处 行者道 怕他怎的 撒了手 等我去来 那大圣 静置 在沙场里面 被划子手抓住了 捆作一团 按在那土墩高处 只听喊一声 开刀 搜的 把个头砍江下来 又被划子手 一脚踢了去 好似滚西瓜一般 滚有三四十步远近 行者枪子中更不出血 只听得肚里叫声 投来 慌得陆立大仙 竟有这般手段 即念咒语 叫本方土地神奇 将人头扯住 带我迎了和尚 揍了国王 与你把小祠堂 改作大庙宇 你作像改作金身 原来那些土地神奇 因他有五雷法 也扶他使唤 暗中真个把行者头 按住了 行者又叫声 投来 那头疑似生根 莫想得动 行者心骄 拈着拳正了一正 将捆着绳子就接正断 鹤声 掌 搜得枪子内 长出一个头来 吓得那刽子手 各个心惊 与林军 人人胆战 那金战官 急走 入朝奏道 万岁 那小和尚砍了头 又长出一颗来了 八戒冷笑道 沙僧 哪只哥哥 还有这般手段 沙僧道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个头类 说不了 行者走来 叫声 师父 三藏大喜道 徒弟 辛苦吗 行者道 不辛苦 倒好耍子 八戒道 哥哥 可用刀窗要吗 行者道 你是摸摸看 可有刀痕 那呆子伸手一摸 就笑得呆呆 蒸蒸道 妙哉妙哉 去也长得完全 结巴也没心 兄弟们正都欢喜 又听得国王叫领观文 赦你无罪 快去快去 行者道 观文虽领 必须国师 也覆草砍砍头 也当誓心去来 国王道 大国师 那和尚 也不肯放你嘞 你与他赌胜 且莫吓了寡人 狐狸也只得去 被几个刽子手 也捆翻在地 晃一晃 把头砍下 一脚也踢将去 滚了有三十余步 他枪子里 也不出血 也叫一声 投来 行者急忙 拔下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便 便坐一条黄犬 跑入场中 把那道士头 一口咸来 竟跑到 玉水河边 丢下不提 去说那道士 连教三声 人头不到 怎似行者的手段 长不出来 枪子中 孤独独 红光蹦出 可怜 空有 幻语呼风法 怎比长生 果正先 须语 倒在尘埃 众人观看 乃是一只 无头的 黄毛虎 那金展官 又来奏 万岁 大国师 砍下头来 不能长出 死在尘埃 是一只 无头的 黄毛虎 国王闻奏 大惊失色 目不转睛 看那两个道士 陆立起身道 我师兄 已是命到路绝了 如何是只黄虎 这都是那和尚背蓝 使的掩样法 将我师兄 变作畜类 我今定不饶他 定要与他 赌那剖腹弯心 国王听说 方才定性回神 又叫 那和尚 二国师 还要与你赌类 行者道 小和尚 久不吃烟火时 前日昔来 呼吁 摘公家劝饭 多吃了几个嬷嬷 这几日 腹中作痛 像是生虫 正欲借陛下之刀 剖开肚皮 拿出脏腑 洗净脾胃 方好上西天见佛 国王听说 叫 拿他腹槽 那许多人 掺的掺 扯的扯 行者 斩脱手道 不用人掺 自家走去 但一见 不许腹手 我好用手 洗刷脏腹 国王传指 叫 莫绑他手 行者 摇摇摆摆 静置沙场 将身靠着大妆 解开衣袋 露出肚腹 那刽子手 将一条绳 套在他脖巷上 一条绳 扎住他腿足 把一口 牛耳短刀 晃一晃 着肚皮下一割 烁个窟窿 这行者 双手扒开肚腹 拿出肠脏来 一条条 理够多时 依然安在里面 照旧盘区 撵着肚皮 吹口仙气 叫 掌 依然掌合 古王大惊 将他那观文 捧在手中道 上僧 莫无息行 与你观文去吧 行者笑道 观文小可 也请二国师 剖剖弯弯 何如 国王对陆立说 这是不与寡人相干 是你要与他做对头的 请去请去 陆立道 宽心 料我绝不疏于他 你看他 你看他也像孙大圣 摇摇摆摆 进入沙场 被柜子手套上绳 将牛耳短刀 呼拉的一声 割开肚腹 他也拿出肝肠 用手理弄 行者急把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变 即便做一只恶鹰 展开赤爪 搜的 把他五脏心肝 尽情抓去 不知飞向何方受用 这倒是弄作一个空腔破度 淋漓鬼 少葬无常 浪荡魂 那刽子手登倒大庄 脱师来看 呀 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 慌得那金展官又来奏道 二国师晦气 正抛腹时 被一只恶鹰 将脏腹肝肠都叼去了 死在那里 原身是个白毛角鹿也 国王害怕道 怎么是个角鹿 那杨丽大仙又奏道 我师兄祭死 如何得信受刑 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 作害我等 等我与师兄报仇者 国王道 你有什么法力迎他 杨丽道 我与他赌 下滚油锅洗澡 国王便叫取一口大锅 满桌香油 叫他两个赌去 行者道 多成下故 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 这两日 这两日皮肤骚痒 好歹当当去 那当驾官 古安下油锅 架起干柴 燃着烈火 将油烧滚 叫和尚先下去 行者合掌道 不知闻喜无喜 古王道 闻喜如何 无喜如何 行者道 闻喜不脱衣服 似这般插着手 下去打个滚就起来 不许污坏了衣服 若有一点油腻算输 无喜要取一张衣架 一条毛巾 脱了衣服 跳江下去 任意翻筋斗树蜻蜓 当耍子喜也 国王对杨丽说 你要与他闻喜无喜 杨丽道 闻喜空他衣服 是要练过的 格油 无喜吧 行者又上前道 树大胆 屡自战先了 你看他脱了布直多 退了虎皮裙 将身一纵 跳在锅内 翻拨斗浪 就似覆水一般玩耍 八戒见了 咬着指头 对沙僧道 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 平时间谗言善语 逗他耍色 怎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 他两个叽叽弄弄 夸奖不尽 行者望见 心一道 那呆子笑我嘞 正是 瞧着多劳 捉着弦 老孙这般捂弄 他倒自在 等我坐成他捆一绳 看他可怕 正喜欲 打个妹子 坐在油锅底上 便坐个枣壶钉 再也不起来了 那金展官 进前又揍 万岁 小和尚被滚油烹死了 国王大喜 就捞上骨骸来看 柜子手将一把铁罩里 在油锅里捞 原来那罩里演息 行者变得丁小 往往来来 从眼孔露下去了 哪里捞得着 又奏道 和尚身为骨嫩 去扎化了 国王叫 拿三个和尚下去 两边校尉 见八戒面胸 先纠翻 把背心捆了 荒得三藏高叫 陛下 赦贫僧一时 我那个徒弟 自从归教 历历有功 今日冲撞国师 死在油锅之内 乃何先死者为神 我贫僧怎敢贪生 正是天下官员 也管着天下百姓 陛下若叫臣死 臣岂敢不死 致望宽恩 赐我半盏 两江水饭 三张芝麻 融到油锅边 烧此一墨纸 也表我师徒一念 那时再领罪也 国王文言道 也是 那中华人多有义气 命许些将返黄钱与他 果然取了 帝与唐僧 唐僧脚杀和尚同去 行至阶下 有几个校尉 把八戒揪着耳朵 拉在锅边 三藏对锅注约 徒弟孙悟空 自从受戒拜禅林 护我昔来恩爱身 只望同时成大道 何惜今日你归因 生前置为求经意 死后还存念佛心 万里阴魂须等候 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听见道 师父 不是这般住了 上河上 你替我垫浆饭 等我倒 那呆子捆在地下 气呼呼的道 闯祸的泼猴子 无知的避马温 该死的泼猴子 油烹的避马温 猴了账 马温断根 孙行者在油锅底上 听得那呆子乱骂 忍不住献了本相 赤淋淋的 站在油锅底道 囊遭的笨货 你骂哪个嘞 唐僧见了道 徒弟 吓杀我也 沙僧道 大哥干净推养死惯了 慌得那两班文武 上前来奏道 万岁 那和尚不曾死 又打油锅里 钻出来了 金展官恐怕虚狂朝廷 却又奏道 死是死了 只是日期饭凶 小和尚来显魂了 行者闻言大怒 跳出锅来 开了油腻 穿上衣服 撤出棒 抓过金展官 灼头一下 打坐个肉团 道 我显什么魂类 吓得多官 连忙解了八戒 跪地哀告 恕罪恕罪 国王走下龙座 行者上殿扯住道 陛下不要走 且叫你三国师 也下下油锅去 那皇帝战战兢兢道 三国师 你救阵之命 快下锅去 莫叫和尚打我 杨丽下殿 赵一行者脱了衣服 跳下油锅 也那般知无喜悦 行者放了国王 进油锅边 叫烧火的千柴 却伸手探了一把 呀 那滚油都冰冷 心中暗想到 我喜时滚热 他喜时却冷 我晓得了 这不知是哪个龙王 在此护持他嘞 急纵身跳在空中 念声安自咒语 把那北海龙王换来 我把你这个带叫的蚯蚓 有灵的泥鳅 你怎么住道士 冷龙护住锅底 叫他险胜迎我 吓得那龙王 诺诺连声道 敖顺不敢相助 大圣原来不知 这个念处 苦修行了一场 脱得本壳 却只是五雷法真寿 其余都洗了旁门 难归仙道 这个是他在 小毛山徐来的大开波 那两个 一是大圣破了他法 献了本相 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练的冷龙 只好哄蛮世俗之人耍子 怎蛮得大圣 小龙如今收了他冷龙 管叫他骨碎皮胶 显什么手段 行者道 趁早收了 免打 那龙王画一阵旋风 到油锅边 将冷龙 捉下海去不提 行者下来 与三藏八戒沙僧 立在殿前 见那道士 在滚油锅里打正 爬不出来 滑了一滴 煞时间骨托 皮胶肉烂 金展官又来奏道 万岁 三国师 闸话了也 那国王满脸垂泪 手扑着玉岸 仿声大哭道 人身难得 果然难 不欲真传 莫炼丹 空有屈神 骤水树 却无严寿 饱生丸 原名混 怎涅槃 徒用心机 命不安 早觉这般 轻折措 何如觅石 稳居山 这正是 典筋练拱成何计 幻语呼风 总是空 毕竟不知师徒们怎得维持 且听下回分解